平安夜就快到了 但社會或世界都好像不太平安 不太平靜 關乎我們香港人或中國人 最近有兩件很全球關注事件 一件就是烏陷事件 另一件就叫做海門事件 聽說海門事件就不是水門事件 兩件都是發生在廣東省的 兩件都是很大規模群眾上街示威的事件 但是烏陷事件經過三個月的紛紛擾擾之後 最近在廣東省高層的介入下 就叫做暫時得到平息 但是緊接一浪接一浪 這個海門事件就爆發 陸續都未持有平息的跡象 今天我們就討論一下 這些內地的所謂民憤 為什麼會頻頻爆發 跟臨近十八大有沒有關係 我先介紹一下今天的嘉賓 在我身邊就是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副主席 劉慧卿姐 你好 另一位就是成大專上學院 社會科學部的講師王志偉 不如問問王志偉 其實兩件事有一件是平息倒 暫時起碼 有一件是還在燒緊 似乎兩件事有些人覺得可以一併處理 但現在似乎處理手法有些不同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你的分析 兩件事件雖然都是激起民憤 但兩件事有些本質上牽涉的單位是有不同的 因為烏陷事件裏面 你處理的是市位的層次 你處理的是變賣土地 沒有將應有的經濟利益 歸回給當地的農民老百姓 而那個基本上是可以用錢解決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在海門事件那裏 我們見到的其實是說法電廠污染環境 而這件事牽涉到本身 中國那個能源供應上面 那個表現上面 需要多做功夫的部分 那裏也都背後牽涉到 中國政府裏面高層 對於發電的擁有電能的那些派系 其實是他們自己的設身利益 所以本身你說廣東山政府 有沒有能力去用同一種手法 處理這些問題呢 雖然表象一樣 但內裏牽涉的所謂持份者 是有不同的 不如直接問一個問題 就是華能 因為這個海門事件 牽涉到華能那間發電廠 華能背後那個老闆 即是李小鵬 李小鵬的父親就是李鵬 是的 那這件事據你的分析 你覺得那個令我棘手程度 增加了很多呢 是很大麻煩 因為你本身想想 你現在面對著烏陷市的 即是市委書記 從那個黨等級來說 那個也很好 那個也很驚訝 他罵媒體罵得很盡 我覺得是大開眼界的 一會兒可以問問問英姐 是 因為他的形容詞很划算 我聽了之後 你說回華能先 但你實際上面對著的 是黨內所謂太子黨 本身他們霸佔了某些 所謂的專業領域 公用事業領域 那裏的利益其實太深遠 而基本上並不是廣東省 即是自己那個省委書記 汪洋這個團派系統出身的朋友 可以解決到 因為你始終牽涉到 是更高層之間的商討 究竟願不願意 在個別事件裏去退讓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其實如果你說烏陷事件 就是地方利益 和地方和農民的利益 這個海門事件就是中央的利益 是啊 相當遠的 事情真的不同 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背後的持份者 你的級數 你的官界 以及背後的後台 完全是不包袋 那你烏陷那兩個 烏陷事件都被人相規 現在已經沒有了 因為他立即太低了 先問一下輕姐 剛才說的那位 散美市市委書記 鄭雁雄先生 他就很激 整個人都很激 拍攝很冷 就說媒體信得住 靠得住 豬眼都會上船 又說 人們相信境內幾個爛媒體 其實很老實 除了外國媒體 主要的媒體 其實是香港媒體力 你說衝進去的那些 就是一來近 二來就是香港的記者很厲害 自己做過都知道 你怎麼看他們 怎麼理解這些所謂 境外勢力介入 第一是否事實 第二是否令到他們 不敢那麼硬 因為他們曾經封過村 你知道 很恐怖 我就覺得 這個是很反映 他們有那個階層 或者更高階層幹部的心態 所以大家看上去 心都很寒 我立刻想起 特區政府官員 這兩天我都見到那些官員 每個人都掩著嘴笑 我說你們關門開會 是不是這樣說話 但是你說是 很多是香港媒體 當然非常之好 但是就算我們在電視看 你知道我去不到大陸 所以本來我是想去看一下 幫他忙的 但是我們在電視上 都看到 都是很多外國媒體 今天我看報紙也都報 也都說 他們也都去吃飯 又住民宿 又給了錢 我覺得是很好 可以有這麼開放 可以有這麼多地方 十幾十個國家 或者機構的媒體去 這個真的 我不知道是否他們那些幹部 是沒有能力 還是他開放讓他進去 因為有時候有些事情 中國最喜歡 關門打狗 他怎樣做 你不知道 有些人可能漏消息出來 但是他真的被這麼多媒體 進去 而今次 除了你說到 剛才談到 因為涉及到 李鵬 最中央的人 那些利益 也都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那些媒體 都看了 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你說共產黨 是不是真的 向媒體低頭 當然也都未必 但是媒體都看完了 那樣 他又真是 直到今天 好像都有些和氣收場 也都去承認了 這個是不是 就是共產黨管治第一次 一班鄉村的人士 他自己選了一個委員會出來 自治組織 他承認了他 是 不是他不是非法 所以有些東西 真是幾石破天驚 我看見就挺好 但是一看就看到這個 不是 海門 熊哥 不是 不是 你說到另外那裡 海門 你又真的很害怕 我剛才新聞都還說 還在放催淚彈 催淚彈 所以那裡也有些媒體 雖然有一個矛盾 你剛才說 如果單看烏陷 又來看《人民日報》 那些評論員文章 好像是釋出了善意 還有 有一個新的作風 新的模式 是的 但是你看海門又不是 但這個就是 剛才正正的 就是王志偉的分析 就是這裡牽涉到中央利益 那個處理又真的不同 那實際上是 因為你留意一下 譬如好像3月那時候 日本海嘯熱導致洩露輻射 當時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即時簽法的那個安排 就是暫停有關的核能發展 但是國務院內裡面 以至到元老派 甚至太子黨裡面 都不是完全百分百信服的 因為那裡很牽涉到 中國有能源發展經濟的那個需要 以及也是牽涉到 他們自己本身的經濟利益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一去到牽涉到能源 一牽涉到中央層次 那個問題 就遠比處理地方 那個所謂補償農民那方面 的問題更加複雜 所以欣姐呢 可能最初是過分樂觀了 某程度上 我相信就 有些事情 我們是開心見到她 肯去確認 她農民自己選出來的組織 但是這個海門事件 仍然有人拍攝著她 是 最近你看看俄羅斯 普京 即是文王在那裡跌 去到打拳賽 又被人強 又中票 又中票 但是那些人示威 他都是比較克制 是 因為他會覺得 如果你即刻出炭坦克車 或者這個機關槍 你更激發更多人 所以老實說 我們今天在那裡談 我們不知道海門事件怎麼收科 可能 我們當然不想 好像天安門那樣 這樣流血收場 但是如果現在 已經有這麼多媒體在那裡 那你烏陷村成功了 他就搬過去海門那裡拍攝 我覺得 中共是要 要看看的 我不管你李鵬 你大鵬 你小鵬 但是真的 大哥 你要入國際社會 你就要跟回那個遊戲規則 你要有些尊重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在香港也好 在國際上 大家都要 喝著他 你不可以這樣去殺人 或者不可以這樣去放催淚彈 而且那些人說 為什麼他反對 他建建那些電廠呢 就是已經 因為他已經有一間在那裡 已經有些人患癌症 他的健康是很差 水質很差 水質變差是真的 水質很差 那些人其實已經很慘 大部分是漁民 那你污染了那些水 他生計 吃什麼呢 身體不好 跟著生計也不好 是 這個問題 但他們跟地 那些農民又不同 農民就跟你爭地 那個又比較具體的 你的海那裡 就是像海一樣 你不知道怎麼爭 因為他是在做電 他會補你的海問題 這個又是比較麻煩 又是另一個問題 這個真的不知道怎麼收貨 但是因為比較尷尬 我想很多媒體都是 都是看好些才分析的 你看回人民日報的分析 其實你看回他的評論員文章 張鐵 講的評論員文章 他很強調 尤其是結論 他就說 烏陷轉機 他用了烏陷轉機 告訴我們 要減少社會矛盾的觸點 要降低延點 必須把社會管理 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解決好群眾利益的問題 他就是要照顧你們的利益 你們的利益是真的實際存在的 所以我就用這件事 和你慢慢擺平 這件事是講理性一點 但是一上升到中央層次 就揚啞了 一點點而已 因為很坦白說 這次烏陷這個所謂的轉機 我們其實都還需要長時間 事後再做觀察 因為我們基本上不知道 是否為了應付眼前的亂局 所以才做一些權宜之計 然後關門和你慢慢船長 我剛剛想問你 因為他用到 大家知道 他們的詞語很關鍵 他只是做轉機 他不是用烏陷經驗 或烏陷模式 等於以前的深圳特區 深圳經驗、深圳模式 概觀定論 深圳次點 這些東西 他不用這些字眼 你覺得有沒有關係 即是轉機 轉機 他只是覺得這件事 朝樂觀的方向發展 但是未完全畫上中局 因為我們都會留意到 你雖然承認了 所謂村民選的自治組織 但是內裡跟著他們的運作 究竟是怎樣 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因為中間其實有些水分 就是一轉頭可以談的 即是關乎那位省委副書記 朱明閣跟他們談的 朱六點、朱五點 其實裏面 最初朱六點是嚴厲很多 後來朱五點又溫和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 可以回頭再慢慢細拆 才能看到 這是否一個很好的訊息 一轉頭談 時段 請問他們 往前一旦 選了 快速追擊 落後 任務 李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